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来我这里 这才是你真正的归处 局长 您醒了 外邦事务局局长吉约亭 请求内部通讯接入 他想跟你谈谈特殊晶体的事 另外带来了一份合作提案 你好 米诺斯的局长 我是外事局局长吉约亭 听说特派给柜局的分析工作 还没有进展 我十分担心这会影响到 我们接下来的合作 一项非常重要的合作 还记得吗 外邦事务局提交的 白沙之海危机合作提案 FAC一周前批准 并向第九机关递交申请 允许柜局参与行动 正是因为你们到现在 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所以才会有了新的作战方案 众所周知 我们如今手握唯一能够 抵御灾恶的战略资源 一方精 并且凭借强硬的科研实力 屡屡突破了沙海行舟 与领航技术上的壁垒 于是在外邦事务局多年努力下 狄自成在沙海建立起了 庞大的贸易网络 手持一方精与众多城邦谈判 依然成为了全世界的中心 人类复兴的领头者 但就在最近 沙海上出现了一帮沙盗 妄图抢夺我们运输的 一方精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个月前 白沙之海的沙尘暴等灾害突然活跃 趁此机会 以抢夺资源为生的沙盗 开始频繁干扰贸易航线 抢劫一方精 直到一周前 FAC注意到了这些异样 并立即拨派了人手 去执行紧急清剿任务 战斗中 FAC目击到沙盗 持有一块不明结晶 并从中获得了某种接近禁闭者的神秘力量 才会如此有恃无恐 经过残留能量波性比对 那块不明结晶 与多年前一帝基一 在探索灰烬之潮中获得的灰烬结晶 同属一种 可分析到现在 你们竟然一无所获 这一周内 FAC增派数波支援 因此积累了过多压力 无法调用更多的人力 去深入沙海 调查沙盗与结晶的情况 正因如此 我们才会需要NBCC的力量 你们的任务是 探查沙盗力量的源头 如果真的与禁闭者有关 就立马将其控制 那些卑鄙贪婪的外邦人 为了夺取我们的一方精 什么下作手段都敢用 知不知道他们破坏了 多重要的航线 多重要的生意 多少资源和钱 总之 情况就是如此 FAC可是多次向我们外邦事务局 请求共享资料 我才过来给你提供机密线索 这是近三个月杀到的行动记录 好好收下吧 小心点 你现在涉足的是迪斯承的命脉 正常情况下 你不会有这个资格 别动多余的心思 也别让大家失望 迪诺斯的局长 局长 这也许不是个让人愉快的任务 但FAC确实已等不及 样本实验结果出来了 他们希望您可以立刻出发 在这儿站了两分钟 进队的沙子 已经比我吃过的米饭厉害多了 局长大人 快接我躲一躲 我的脸快被刮成磨砂纸了 这就是夜莺所说的特大沙暴 灰烬之潮 说是特别任务 但也没人来接应啊 外邦事务局那个糟老头 想要我们裹着斗篷 钻进沙海吗 远道而来的客人 你看上去有些迷茫 需要帮忙吗 是的 你是沙海的客人 你有必须前往那里的理由 也有想要他给你的答案 只是你有些无从下手 毕竟既找不到进入的方法 也没有人给你足够的指引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沙海上的关心者 要我帮你预测一下吗 又或是 解读一些 连你也读不懂的 梦的预告 看来你已经想好 要问些什么了 在你的前方 狂风带来了毁灭 大地不停地颤抖 世界的边界被撼动 深渊 也为之摇晃 而你 你因无知而坠落 因恐惧而崩塌 你将被带领你的过往 面对未知的混沌 但无需回头 前方 有人为你踏出道路 有人为你阻挡裂锋 只要前进 就有可能抵达真实 那是一方金平地场 能削弱灾厄 保护沙航船 穿过灰烬之潮 看来FAC的坚硬到了 这是我们的船 咻 帮忙的人来了 而且还开着超级酷炫的 豪华游轮 快快上船 MBCC特展组海拉冒险分队 第一次做船出城 大冒险 马上出航 去吧 前方有人为你点亮陈兴 带你回到 真正的归处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欢迎登船 米诺斯危机管理局的各位朋友 我是V710中枢管理系统 在此 我仅代表魁恩集团 向你们致以最惩治的问候 魁恩集团听闻 数月来 猖狂的沙盗 严重践踏了白沙之海的秩序 给迪斯城的生产生活 带来了不可故事的干扰 因此 魁恩集团的董事 比林娜小姐 成立了沙海发展基金会 旨在为沙海通往繁荣发展的道路上 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近日 得知米诺斯危机管理局 将参与沙海交费行动 为表支持 经由外事局同意 为各位购置了最新款沙航船 B710 你的反应也太平静了吧 他说的可是魁恩集团 新城那个巨有钱的超级大财团 他们的总裁伊琳娜 不仅是个大美女 还是一个商业天才 他手上的魁恩集团 成立才八年 就把新城那些老牌财团压得死死的 气得那群老家伙 天天上电视灯报纸给他泼脏水 可惜啊 魁恩集团每年 都花好大一笔钱在新城工艺上 名声太好了 没几个人信他们的 哎 就喜欢看那群 花了钱和力气还要吃瘪的样子 吃我每日快乐圆圈 哼 会被魁恩集团如此拙劣的商业手段拉拢 不愧是你手底下的人啊 没有人不想拉拢外事局 包括FAC 他们只是欠缺一个机会 而我是不会给魁恩集团这个机会的 他们背后的势力不干不净 不清不楚 甚至有极大可能与外邦相关 可你还不是好仰忙好的开心 还让人家给买了个最新款的大船呢 哼 给你们一句忠告 不必对魁恩集团心怀感激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别忘了自己的任务 还有 你手上的灰烬结晶 将会被安置在外事局特制的保险库中 小心点 如果弄丢了 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去见V710的领航员吧 他才是你们真正的职员 V710的领航员卡瓦卡瓦先生 也是一名卓越的沙海勘探者 我听说过 沙海勘探者人数极少 经常触没在沙漠最危险的地方 是最熟悉这片沙漠的一群人 局长 我们应该先去见他 好香啊 怎么喝这么软乎乎的东西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好辣 好过瘾啊 V710 你准备的食物都太好吃了吧 比我平常做的烤蟹子烤西衣 好吃太多了 谢谢您的赞赏卡瓦卡瓦先生 V710上还备有别的菜式 您需要继续品尝吗 还有吗 我要 下次吧 下次吧 我已经吃饱了 不能浪费粮食 这 这个小屁孩 不会就是我们的领航员吧 白沙之海 白沙之海 原本是一片无人禁区 是无数的看探者 不畏艰险 依然选择进入沙报收集数据 不断测绘 才铸就了贸易航线的雏形 不断测绘 太瓦卡瓦先生 身为看盘者的一员 有资格成为V710的领航员 我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那些都是前辈们的功劳 现在的我根本比不上他们 是吧 局长 哇 原来要我带路的是这么个大人物啊 那那个 你要是遇到什么问题 尽管说 我会努力帮忙的 这人真的行吗 看见你都紧张 要是遇到杀盗 是席机 局长 需要我们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这是我和V710的计划一环 V710原本是一艘战斗舰 不过 我们将它伪装成一方金御书船 为了吸引沙盗的注意 等到他们上钩 我会引着他们 跑到沙海的流沙陷阱里 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里到处都是沙尘 什么都看不见 你真的能一边躲 一边跑吗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我对沙海可熟悉着呢 趁现在登上甲板 V710 绕过警方杀球 收到指令 提醒 这是未探索路线 很可能出现未知状况 请集中注意 小心应对 哎呀 放心了放心了 这条路我经常走 绝对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你怎么不停 出去啊 局长 杀到改变进攻策略了 有树梢有机艇 正在靠近 哼 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利亚 V710 要变回战斗艇了 亲自动手 发雷不赖 真快时间 是这飞飘胸 是谁在我的目前放下飞飞 我不会让他们 他活动了 你马上 能不能让他们营出 275 荒野 我靠心的灵气 看着我们的冰团 我靠心的灵气 看着我们的冰团 dk 我靠心的灵气 有闭了的 灵气 有闭了的 真灵 我靠心的灵气 看着我们的冰团 对 我靠心的灵气 看着它 可以啊 卡瓦卡瓦 你这人还挺有胆子的 我宣布 现在你就是我们MBCC特战组 海拉冒险分队第四名成员了 这点带路的水平不算什么啦 毕竟我的理想可是丈量沙海 测算出真正安全的航路 而且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保护好你们 给你们带路 能帮上点忙 我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还不能松懈 杀到的攻击没有停止 我会成为你们最坚实的依靠 放心战斗吧 正位战车 我早就算到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冒险小分队首战告捷 MVP是队长海拉 靠 他们怎么掉头了 打不过就跑也太烂了吧 不能让他们溜了 明白 灵710 启用辅助瞄准射击模式 指令坚收成功 可动锁移中 射程范围内目标已锁定 准备射击 局长 目标全部清货 注意 杀到的船队在撤退 局长 现在停止追击 目标船队很快就会脱离 笨蛋 你在犹豫什么呀 如果有埋伏的话 再多来些杀到 也不是V710的对手 我看看啊 这个方向 似乎还没有开辟过 任何航线啊 大家先不要轻举妄动 在沙海上行进 优先要确定的是 航线的安全 V710 调取前方的 鲨鱼卫星影像 这些恶心的虫子 是什么呀 天哪天哪 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 是沙虫 白沙之海上 最常见的生物 一般都在地下活动 那他们现在 冒出来是什么情况 总不会是 专门出来透气的吧 糟了 我爷爷的笔记中 记载过 沙虫成群呈现出 骚动不安的状态时 是灰烬之潮 即将到来的预兆 我们现在 最好先去避难所 躲避灰烬之潮 否则一旦被卷入 大家都会有 生命危险的 喂 那 什么 什么潮的 有这么可怕 连V710都抵御不了吗 不是说这船 能保护我们吗 V710搭载的 一方金屏蔽场 确实能保护我们 在沙暴中安然无恙 可是 可是如果遇上的是 灰烬之潮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不就是更大一点的 沙暴吗 那有啥不一样 有 灰烬之潮的深处 有着目前未知 且恐怖的存在 灰烬使徒 没有人见过灰烬使徒 真正的样子 只有近距离 接触过灰烬之潮的人 在捡回一条命的瞬间 见到了一群巨大 而又不可名状的黑影 在灰烬之潮的 深处游荡 幸存者们 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他们向神的使者 搜寻着迷惘的信徒 将他们带入潮水中 走向死亡 这也是灰烬使徒 这个名字的出处 不过 我其实很想去 灰烬之潮的中心 看看的 但那对你们来说 太危险了 我没办法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这种如同都市传说一般 无法令人信服的传闻 不会就让MBCC的各位 打起退堂鼓吧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知不知道在刚才的气氛下 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是很吓人的 对于想要临阵脱逃的人 外事局有责任 也有义务 及时对其进行劝诫 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你说谁想临阵脱逃 困扰了敌司当局多日的敌人 就在眼前 此刻就是将这群杀到 一网打尽的好时机 区区一个灰烬之潮 就能让你们放弃 如此大好良机 很难不让外事局怀疑 安排船只安排人员 现在遇到追击良机 却试图放弃 很明显 奎恩集团 就是这场闹剧的幕后操盘手 他们暗中与外邦势力 杀盗勾结 妄图燃指官方一方经贸易 大叔 你说的是什么屁话呀 有本事你过来给我追一个 这是你们的任务 可不是我的 无论如何 外事局的意见始终不变 不能放弃追击杀盗 局长 这太危险了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 不愿冒风险 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 你是个很有胆量的人 我很喜欢 V710 提速追击 航线不变 明白 我会尽量避开那些杀虫 不让大家陷入危险 这下死路一条了吧 这 这群家伙太会跑了 局长 时间不多了 第一次的走狗们 追得还开心嘛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们已经死路一条 逃不了了 只可惜 要死在这里的 是你们 我会攻击人界 看穿你的灵魂 我会攻击人界 看穿你的灵魂 打住 打住 一路 打救人 看穿你的灵魂 打住 一路 持续 禁就 看穿肌 打住 一路 打住 打住 只能死 局长 他手里的那块 好像是灰烬结晶 正好 倒让我们瞧瞧 这个结晶到底有什么用处 沙子 在翻滚 局长 地 地底下有东西 这震动 是沙虫 他们在地下活动 而且正往我们这儿来 为什么 刚刚不是都避开他们了吗 是灰烬结晶 杀盗用它操控了沙虫 操控沙虫 我还没有听过 有人能操控沙虫的 你们居然猜到了 这玩意儿的用处 不过 很快 你们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哈哈哈哈 来吧 怪物们 陪这群自不量力的家伙们玩玩 这些核心的虫子还一有完没完了 怎么赶都赶不走 无法突破包围圈 局长 这是陷阱 我们被拖住了 这些杀到 跟这些大虫子一样可恶 有本事关来给我单挑啊 杀 大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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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拿得出手 还带着新迪家砸碎 哼 迪斯靠着义方经过的舒服日子太久了 是时候该面对事实了 离开了义方经 你们口中的强大就是个屁 动力 导航系统正常 一方组统闭场状态 开启 但要储备存有量90% 要是没有大虫子 这些弹药 勾灭这群杀到好几次了 可恶 对了 凯瓦凯瓦 我们这儿就你最了解杀害 有没有办法甩掉这些恶心的大虫子 直接打那群人啊 有是有 可就算能绕过被操控的杀虫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被拖住太久了 他要来了 那是灰烬之潮 这群 不会是想借灰烬之潮来干掉我们吧 先 先开启一方精品壁场 至少躲过前面的 傲慢自私的嫡子人呐 感受一下我们长久以来对你们的愤恨吧 你们霸占着生命资源 看不起我们这些外邦人 就给我在无尽的痛苦中 体验自己的无知和过错吧 到那时 死亡才会是你们唯一的解脱 走 新目标出现了 先前小队已经确认是一方精运输船 好 把灰烬结晶收回来 还得靠他离开灰烬之潮 好 整队 出发 来我这儿 局长 快来信彪这里 这里只是灰烬之潮的边缘 我的防护罩还能抵挡住 不行 风太大了 我过不来 快帮帮我 局长 请使用枷锁 加强孟严 让他带着我们 嗯 正位战车 我听到深远的呼唤 我听到深远的呼唤 在你的前方 狂风带来了毁灭 大地不停的颤抖 世界的边界被撼动 深渊 也为之摇晃 而你 你因无知而坠落 因恐惧而崩塌 你将被带领你的过往 面对未知的混沌 但无需回头 前方 有人为你踏出道路 有人为你阻挡裂 只要前进 就有可能抵达真实 去吧 前方有人为你点亮陈兴 带你回到 真正的归处 无人知了 真正的归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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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像并不害怕 不说禁闭者 看到我的能力 当场吓晕过去的人 都不再少说 恐惧是一种负面的祈祷 使徒们会应照而来 客人 想要身处之地为天堂 你的内心 先得成为天堂 哎呀 看你的样子 还是没能理解呢 我是不是需要换种方式 让你能听进去呢 小可怜 你的脸色真差 看来是真的 被吓坏了 不用担心 有我在你的身边 你会平安无事的 尽情地依靠我吧 我说过 恐惧是有力量的 它会吸引灰烬使徒 使徒们 受这股力量的驱动 狄思成的人类 自以为了解沙海 却并不知道 无论是对沙海 还是对这个世界 他们都显得太过无知 无知催生傲慢 也同样催生了恐惧 这么多年 灰烬使徒 从恐惧中积攒的力量 无法估量 这就是迪斯仁 手握一方金 却依旧不断折毁 在沙海之中的原因 他们的死 都源于自身恐惧的力量 是你自己救了自己 我不过是给了你一些执意 你拥有对抗恐惧的力量 只是陷入了迷茫 当迷茫散去 你的内心 将超乎常人的坚定 至于现在 我想 你需要新的力量 新的同伴 那个人 会为你指引前进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毁梦 那些能不能都管 有好事 哀啬 后来 我再每一天 或者落屁 我扶前 一直填 待在死 都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 boiling 積在 累 日 胃 知道吗 你的前半句 很像迪斯城里举行婚礼的情人 在宣誓时会说的话 不管你后面说了什么 至少前半句 让我很满足 可是嘛 不如这样 你答应为我做一件事 我就同意这场交易 具体做什么 以后我会告诉你 别紧张啊 我不会让你太过为难的 考虑好了吗 要不要跟我走 我喜欢你的果断 该离开这里了 敬请期待吧 你将感受到 最真实的沙海 别害怕 这片沙漠是认可你的 好了 我已经完成了你的委托 桃 对于你来说 确实用桃这个字更恰当些呢 让我想想 这附近 应该是有一处避难所 对 是在那个方向 原本是想带你去避难所 好好理理那些着实让人看不下去的狼狈 只是现在 避难所避难所避到的麻烦 比我们的状况还要棘手呢 在杀虫手上吃过一次亏 还有勇气再次面对他们 你很有胆破 对付处于狂躁状态下的沙虫 是很简单 但你同时还想保护避难所 同怕有些困难 最好的方法 是直接将他们从避难所引开 不起任何冲突 我有办法将他们引去别处 但这需要先使他们冷静一点 可是看起来 短时间内 他们都会处在这样的狂躁状态 重力问题 确实行 pourrait务翻 确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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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做得很好 其余的交给我吧 是一种特殊的香料 有着沙虫最喜欢的气味 小家伙 沙海乃至沙海上所有生物 从未想过要任何人的命 是人类罔顾沙海已有的规则 自以为是的 想要建立他们的秩序 他们牺牲同伴 夺取力量 并将一切罪责推给沙海 好让自己心安理得 人类就是这么虚伪 你看 就像那样 糟了 沙虫失控了 得赶紧回去告诉他 驱使沙虫袭击人类的 就是人类自己呀 不觉得很可笑吗 飞乐提说他累了 走吧 该去避难所了 一切都在计划里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拥有超越人类极限 与尝试能力的我们 能被人类社会接纳吗 不能 人类会将我们视为异端 视作怪物 意图驱赶我们 禁锢我们 毁灭我们 因为 没有什么能比未知 更能唤醒人类内心 最原始的恐惧 小家伙 我们到了 这里 就是沙海避难所 是啊 他们在害怕 如果你表明了自己魁恩集团的身份 他们或许会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毕竟 魁恩集团的阔绰大方 在这片区域非常出名 但很可惜 你现在与我走在一起 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了 你站在了异端的一方 能驱散杀虫 能穿梭风暴 能从灰烬之潮里活着回来 没有人会不害怕这样的怪物 很高兴你愿意这么为我说话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这么认为 是因为 你也是个怪物 放心吧 我从不会在意这些人对我的看法 看到了吗 沙海的那群怪物 真的听他的话 怪物不杀他 难道说 他也是怪物 注意着点儿 还有旁人在 看你的打扮 是迪斯城里的人吧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能和关心者大人说上话的人 你就不害怕他吗 他常常与沙海上的怪物为伴 还能操控那些怪物 还有他那眼睛 还有他那眼睛拐得很 有好多人都说 盯着那双眼睛就会被他蛊惑控制 还有他从不离身的水晶球 虽说他的预言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但欲知未来可不是常人可以拥有的力量 很多人都说呀 很多人都说呀 杀海里的怪物就是他用身边的人变成的 谁都看得出来他是站怪物那边的 说不定就是他带来的灰烬之潮 别乱说 小心祸从口出 黎四人 我好心劝你一句 不要太过接近关心者 小心你也变成那些没有自我的怪物啊 听完你想听的话了 听完你想听的话了 喜欢吗 大概吧 梦境是来自现实的映射 你确实是特别的 是被沙海喜爱的 但 被沙海喜爱的你 会选择杀海吗 会离开你熟悉的人类世界吗 小家伙啊 你这是想保护我吗 可你根本不用害怕他们 一切都会没事的 因为 你的同伴会来救你 喂 还有我呢 你愣在这儿了 准备好跟我把这些杀到打的妈都不认识 这回来 我和道心的一切 看到你的靈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船吧 不管你是谁 现在都该是分别的时候了 你的委托我已经完成了 还不带路吗 局长大任 干得不错 回去庆祝吧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新人员资料录入中 关心者面部实验成功 欢迎您登上V710 你是说 他一个人进入了灰烬之潮 还把你救出来了 太厉害了吧 灰烬之潮里几乎无法辨别方向 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了 你有看见过灰烬使徒吗 见过的话可以告诉我和他们有关的情 一下子 一下子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该从哪个开始回答你呢 看把卡瓦卡瓦修的话都不会顺了 我没有 卡瓦卡瓦卡瓦 是个耳熟的名字 的确 身处灰烬之潮时 是基本无法分辨方向的 但其中有无数的气流通道 你沿着气流的方向前进 自然就能离开 万一遇上乱流呢 灰烬之潮中一定会有乱流的存在吧 一旦陷进去 理论上是不可能活着出来的 你说的没错 这就需要考验驾驶者的能力了 不仅仅是驾驶水平 不过还有一种万全的办法 那就是利用灰烬结晶 能驱使沙虫 也能穿越灰烬 因为它是灰烬之潮的造物 也是杀盗不败的法宝 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难怪狄司城的人跟我说 他们后续勘探其他行路时 频繁受阻 原来是因为迪斯手上的那颗灰烬结晶枯竭枯竭了呀 灰烬结晶一旦枯竭就毫无用处 你们不可能凭它对抗杀盗 除非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再次活跃起来 真是不敢相信 我都听到了什么 有人竟然要把灰烬结晶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真是不敢相信 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 原本对于你未经许可 擅自邀请不在计划内的人参与行动 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现在看来 外事局要重新评估此人的安全程度了 围710 我命令你 立即翻 警戒 警戒 威710遭到共鸣袭击 已经开启临时防御模式 一方精品立场正常的坐重 发生什么事了 杀盗回来了 他们去世杀虫 准备再次攻击避难所 我和弗星的灵气 砍伤你的灵魂 看着战 这些 你们被我的 我和弗星的灵气 砍伤你的灵魂 etzen 我和弗星原界 砍伤你的灵魂 该死 杀到是被我们打跑了 但是这群沙虫怎么还不走啊 纯靠你的这点力量 是无法让沙虫屈服的 更何况 是受到灰烬结晶操控的沙虫 只有顺应他们的秉性 才能让他们乖乖听从 说得容易 就比如现在这样要怎么办啊 刚才的战斗 已经损耗了沙虫大部分的精力 此刻 正是他们精神最需要得到抚慰的时候 好 沙虫的攻击停止了 哇塞 真的有用哎 局长没说错 关心者十分擅长应对沙海上的危机 如果局长坚持 我认为可以让他尝试激活结晶 反正都是枯竭的结晶了 再怎么试也坏不到哪里去啊 与其放在保险柜里烂掉 不如放手一搏 我也支持让这位大姐姐试试看 要是那个凡人精再来多嘴 咱们就直接切断通讯 倒也不必 不听就可以了 不听就可以了 局长大人 若是想要取得一番成就 所需要精力的考验 可是接连不断的 过往的危机解除 新的危机即将来临 你们还挺有两下子的 糟狗们 我的手下没能干掉你们 居然要我再次出手 我就不信 你们能从灰烬之潮里逃脱一次 还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这老婆神神叨叨什么呢 不会又要把沙丑喊回来吧 听她的说法 是想让我们再进一次灰烬之潮 怎么可能 又不是什么神奇葫芦 她还让我们进去 我们就答应进去 嗯 正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我的 这灰烬之潮这么不值钱吗 说来就来 我认为这次的灰烬之潮 不是自然形成而来的 灰烬结晶 这是还能引来灰烬之潮 放弃吧 抵抗是没有用的 抵护的走狗们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 你们心里很清楚 杀害的人民都经历了什么 你们垄断了一方精 靠着他们在杀害作威作福 却被杀害人民的死活 不管不顾 是我 是我 是我把所有遭受迫害的 杀害人民召集起来 让他们拥有了一方精 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给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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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麻了 你这是什么怪力啊 你这是什么怪力啊 你们不会以为 我真的毫无胜算了吧 海浪 小心 还好我闪得快 这速度力量也太惊人了 这人真的不是禁闭折死医之类的吗 我和赫卡迪两个人都搞不定 现在还不是 但 以后可就说不定了 他向灰烬结晶祈求了力量 并得到了回应 被给予了混沌的力量 使他陷入了偏执 狂暴的境地 就如同被灰烬之潮 吞噬了灵魂的行尸走肉一样 沦为死医 不过是时间问题 你们竟敢 把我与那种低等下作的怪物相提并论 哦 观星大姐姐 你的话 让他的心碎成玻璃渣了 马上 马上 你们就不会再敢这么和我说话了 我会用灰烬结晶祀给我的力量 毁掉你们 毁掉敌司 夺取所有的义方金 到那时 杀害的一切都将为我所掌控 我 就是杀害的主宰 人类之间如何相互憎恶 杀戮 对我来说 根本无作轻重 但就因为这种无聊的事 你们虐待的 妄图凌驾于其之上 不可饶恕 亵渎杀害之人哪 你灵魂的归处 只在地狱 我 死了 你们 也别想 不得到 居然 局长 船上真的没有发现灰烬结晶 应该是被转移了 灰烬之潮已经靠近了避难所 我们需要撤回B710 不能再等等吗 避难所里还有很多人 没来得及上船 那又如何 你们的任务就是 追击残兵 夺回结晶 而不是浪费时间在这里救援 对求助的人视而不见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这番说辞 是想要阻挠任务吧 不愧是奎恩集团的人 能找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不过只是一个领航员 他没有权利参与我们之间的谈话 比诺斯的局长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要采取什么手段 你在教我做事 是 你 方 你也太酷了吧 我就说赫卡帝你别拦我 明明会谁都听不下去 那个老头子的话吧 好厉害 这就是局长吗 局长 现在我们如何行动 来不及了 这速度 来不及 来不及 这根本来不及转移 再晚一点走 我们也会被卷进去 一定是拿走灰烬结晶的沙盗又回来了 他们不打算放过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局长 我们要走吗 不过 还有一种万全的办法 那就是利用灰烬结晶 能驱使沙虫也能穿越灰烬 因为它是灰烬之巢的造物 也是杀盗不败的法宝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确实是个胆大的人 和我一起吧 米诺斯的局长 如果 我需要你 用你的枷锁 助我一臂之力吧 成 成功了 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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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落吧 离开吧 沉眠吧 不要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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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居然 居然真的让灰烬之巢消失了 局长 阻碍已经清楚 是该收网了 你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看成你的灰魂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看成你的灰魂 我会帮你帮你 传手带 请我转现 你们击我吧 请我转现 你们击我吧 人群都在计划之中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这就是你所努力去理解 认同的人类呀 局长 外事局发来了紧急通讯申请 局长 这是杀到的审问记录 杀到说 他们手上的那颗 是来自一个被困在灰烬之潮 深处的灰烬生物 绘画 拿到结晶后 杀到不仅拥有了控制杀虫的能力 还可以用它唤起灰烬之潮 那里是 灰烬之潮的原点 也是灰烬使徒 一直想要秦王之地 谁也不知道 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所以就连绘花的存在和意图 到底是什么 也无人知晓 理论上 找到绘花 就可以找到结束灰烬之潮的方法 杀海 就能恢复平静 工作狂们 情报看完了吗 真是的 赫卡蒂 我让你把记录给过去 就拉局长出来开庆功会 结果我等了半天 连你也没回来 避难所举办的 说是为了感谢我们 还要磨蹭多久啊 快走快走啦 卡瓦卡瓦都已经过去了 干杯 为我们的冒险之旅 参加庆功会 怎么可以这么没精神呢 就是要好吃好喝嗨起来 对吧 卡瓦卡瓦 对 真好吃 再来一份 是完了再跟我说话 我只是觉得 能参加这次行动 能认识你们 真是太好了 好肉麻 你不会是喝醉了再说胡话吧 有谁会觉得认识禁闭者是好事 我没喝酒 我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还找到了新的灰烬结晶 说不定以后就能突破灰烬之潮 成就完美的沙海航路了 当然 这都要感谢局长 还有关心者姐姐 真可惜 她没来庆功会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和她说 说不定 说不定 关心者姐姐就是不想被你缠着唠叨才不来的 我 我有很烦人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局长 明天的行动 还要继续带上她吗 我一直在今天的城市 我怎么开心 她就要了 一切吃 说不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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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了 来劝我留下 你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也许我可以这么回答 有关你的一切 我都知道 我已经完成了你的所有委托 本就应该离开了 现在 你又为何要留下我呢 所以呢 你要逮捕我吗 在你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局长大人 为何执意要挽留我呢 仅仅只是为了任务 梦境是来自现实的映射 你确实是特别的 是被杀害喜爱的 但 被杀害喜爱的你 会选择杀害吗 会离开你熟悉的人类世界吗 我来也无脱下 你会逮捕下 我心里想不忍我 你如果根本在你目的 我做了你的功能 我先冲洋 自从我认知到力量的那一天起 到被当作异端 再到现在 我从未觉得孤独 不 我的预言 为他人预言这件事 对我来说 有特殊的意义 那是我第一次 碰触到那个世界 感受到来自他的力量 他让我看到了 预兆 我开始沉迷于此 意图通过那些未来的预兆 去窥探这个世界的尽头 回过神来 我所预言的事一一应验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成为了大家眼中的神奇 但比起静默 人类更加畏惧这种力量 族人将我当作与恶魔为伍的堕落者 被不断驱逐 我成了这个世界中的 一个怪物 从此 从此逆着人群 追逐着属于我的真实 等待着 属于我的同伴 水晶球告诉我 一切谜底 都藏在灰烬之潮中 所以我离开族人 独自进入灰烬之潮 是的 我差点死在那场沙暴中 是他 原本属于那个世界的存在 救了我 赐予了我不一样的永生 我终于感受到了 同伴的善意 我不会忘记那份 来自同伴的善意 所以我也确信 哪怕言语不通 想法不同 这个世界 仍有我的同类 谢谢你无论如何 都选择了理解我 这让我很开心 所以 我选择再一次帮助你 想要理解怪物的 小怪物 你看 满月升到正空了 再一切 我 ship了 这个人 我已经需要 再一次 这个人 我也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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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前方就是汇晶之潮了 我 我已经把捷晶拿出来了 局长 加油 我 我相信我们可以的 局长 大人 去经历那条 你坚定无比 却又充满危险的道路吧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你也在为他开心吗 一落世间的两颗心哪 终于要回来了 但 总是不断有碍事的人在眼前 这可怎么办呢 喂 把环境捷径还回来 那是我们的东西 可恶 这黑黑的是什么东西 赶来你海拉大人的路 他当然不属于我 可也不是你们的 他 他们 当然还有我 都是属于沙海 属于黄花的 绘花 绘花 那是何等玷污它的名号啊 当你们踏入沙海的第一步棋 我就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所以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们 骗 骗吗 我认为那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我需要你们和沙盗手上的灰烬结晶 而你们需要我帮助你们打倒沙盗 这明明就是互惠互利呀 现在 就是我收取报仇的时候 以后 用别了 这场可笑的伙伴游戏 到此结束了 知道了 但是这些黑影怎么都 干不掉啊 局长 我们越是攻击和挣扎 对啊 黑影的攻击与束缚就越强 跟上 跟上 跟手 坏女人 你给我下来 能找到我 说明局长大人 有好好地记着我说过的话呀 你可真是十分 忠于我呢 我接近你 只是为了灰烬结晶 还是想不明白吗 自从被他救下后 我便知晓 我属于沙海 我属于另一个世界 人类 建立在虚假世界之上的身份 自然也是虚假的 不知道 可能是出于 兴趣吧 因为啊 只要我想 救人 还是要人性命 一切都只在我一念之间 背叛 你觉得这是背叛吗 无论和谁做交易 都是需要博弈的 局长大人 你应该好好看清楚 我是一把好用的刀呢 还是一把双刃剑 更何况 这并不是背叛 局长大人 是清算 人类要为他们对杀害 对换花做的事 承受代价 局长大人 还记得当初你答应过我 要为我做一件事吗 不如这样 你答应为我做一件事 我就同意这场交易 具体做什么 以后我会告诉你 别紧张 我不会让你太过为难的 没错 没错 现在是该兑现承诺的时刻了 回去吧 回到狄思 学会接受离别 放弃追寻未知 就此离开 不要再深入追究 虽然你总是想留住我 但这次 可不能再耍赖了呢 局长 关心者唤起了灰烬之潮 我们没有捷径 不能擅自冒险 而且 想要去追 还得打退这些杀虫 可不得摸 我的科技有的武器 喊上你的电魂 继续 你们闭我的 我的科技有的武器 喊上你的电魂 感恩 感恩 有 找出 关心者唯一 局长 我们已经无法前进了 安全起见 应该选择停止追击 返回V710 我同意 现在追上去太危险了 大笨蛋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还是又又又又犯傻了 我也不赞同 可是 这是命令吗 那 好的 局长 请您小心 我们会尽快赶来支援 外外赫卡帝 你怎么和这个傻瓜一起犯傻呢 赫 局长 我等您回来 恐惧是一种负面的祈祷 使徒们会应照而来 客人 想要身处之地为天堂 你的内心 先得成为天堂 恐惧是有力量的 它会吸引灰烬使徒 使徒们 受这股力量的驱动 无知催生傲慢 也同样 催生了恐惧 这么多年 灰烬使徒 从恐惧中积攒的力量 无法估量 他们的死 都源于 自身恐惧的力量 来吧 来吧 来我这里 来我这里 这里 是 归处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我听到深渊的呼唤 深渊的呼唤 深渊的呼唤 实验对象靠近目标时 产生剧烈反应 发生异变 异变包括但不限于 体型变大 骨骼变粗 出现明显牙齿且极为尖锐 并且实验对象与目标间产生了明显的交流行为 或者说是标本单方面在控制实验对象 无数目实验第十天使用性成熟晚期之人为实验对象进行实验 使用数量十 三分之二的实验对象在靠近目标时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包括但不限于尖叫 精神紊乱 出现幻觉 刺惨或互相伤害等行为 并且症状持续十七小时至二十小时后 实验对象死亡 并直接产生一种具有强烈刺场干扰效应的奇特生物 或者我们无法称之为生物 无数目实验第二十八天 以确认目标具有高维度的认知水平 能够对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体进行意识上的结构分析 并做出引导 这种引导并非简单的意识控制 更类似一种强大不可更改的规则 作用在实验对象上 根据接下来的三分之一实验对象 对目标产生依赖敬畏的信仰精神 实验目标的描述记录 实验组将其定义为理解与共鸣 目标体内的核心结晶极为力量的源头 但实验至今 一直未得出实验目标的来源 难道真像笔画上那样 无数目实验第四十四天 寻找实验对象过程中观察到不明黑影 实验组成员猜测 是目标近期频繁参与实验 影响到了上层生活的生物 无数目实验第四十五天 大量黑影在向实验底靠近 保险期间 一旦 到位 一事立即开始 一事立即开始 五数目实验出出 无数目实验第四十五天 一事立即实验进 大量黑影在向实验底靠近 保险期间 一旦 到位 一事立即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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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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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颗 给了梦想穿越沙海的人类勇者 第二颗 成为逃离人类 寻找归宿的少女的心 第三颗 被无知之人残忍剥夺 如今黄花的狂暴 就是她理解之后的结果 贪婪 无知 懦术 冷漠 得到力量的人类 是如此回应给黄花 因此黄花认为 这里并非是值得存在的地方 而这灰烬之潮 也是人类胆敢亵渎黄花 招致的报应 如今三颗结晶 重新回归圣花 是时候终结这个虚假的世界 让幻花回归珍世之境 反应过来了 没有幻花 没有幻花 就没有如今的我 不仅如此 这么久以来 这颗结晶 几乎已经彻底 替代了我的心脏 我说过的 自从被她救下后 我便知晓 我属于杀害 我属于另一个世界 这三颗心 一颗被耗尽 一颗被贪婪 残酷污染 一颗则是对人类毫无怜悯 把他们送回给幻花 让她摆脱这丑陋的 束缚她的一世之情 毁灭性的灰烬之潮 一定会吞噬整个迪斯城吧 你若是还在乎你自己 还有你同伴的性命 就尽早离开这片领域吧 这需要去考虑吗 在这个世界里 我的死已是定局 而我现在想做的 便是尽快令她重获自由 走 走 走吧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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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这里 大师 你不要命了 这里马上就要贪了 局长 请紧快和我们一起离开 本来跟着你的记号一路走到这里 就差不多给搭了半条命 剩下这半天 就少得给我惦记着那个什么 看星星看月亮看花花的了 你活着才能救人啊 你活着才能救人啊 什么 什么 你还要救那个背叛我们的人 让我看看 你的脑子里是不是被灰烬之巢灌了一堆沙子 怎么能傻成这样呢 这要是局长的命令 你真是 还以为这次任务和旅行没什么两样的 回去之后 你可得让我和九十九 只上一个星期的大禹大让 局长 你有什么计划吗 你怎么发生的 你也哈哈 有种大当辞 我到过去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那你不想要 你不要救他 惴险 有很多东西 你不想要 你这些不是 你这些是 你们帮我 这个手都可不信 安全犯 这个怪东西好像不动了 还活着 我们杀不死他 只能暂时继续进行束缚 局长 你要做什么 那里危险 明白了 我会在这里一直等您 直到您回来 你最好快点回来 否则我们就冲进去找你 来吧 来我这里 来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不是诅咒 我也不是怪物 只是因为这些力量你们未曾拥有 才会如此惧怕 你们是在嫉妒我 为何极度我们一族几乎生来会拥有些许神的力量 让我们能在这漫长的迁徙中存活 可你不一样 你的力量来自怪物 来自诅咒 你在窥视未来 你妄图改变神的诡计 你这个异端应该早早被驱逐出去 这样 噩梦才会远离所有人 滚吧 滚回你的怪物身边去吧 滚 去死吧 花 你说真的吗 来到你身边 我就能获得自由 还有同伴 我来带你发生的 现在你能带我老叔 怎样 我来带你 compit 开心吗 是短暂离别后的重逢 小怪我 那点上算不了什么 况且我可是禁闭着 你的枷锁已经替代了黄花之星 成为我的心脏了 我已经不再需要依靠黄花的力量 才能活下去了 你把我永远 禁锢在了你的身边 这让我该 如何是好呀 从此 这个虚假的世界里 拥有了两只怪物 是吗 是该走了 圣语的通道 已经等候您很久了 我 我不会放弃追随真实的脚步的 我的同伴 我想 或许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他 再次与您相遇的 你终于醒了 这片区域刚刚发生了地震 加上地下遗迹塌陷严重 流沙区的范围扩大了好几倍 你们跟我走 要尽快 否则等到遗迹彻底崩塌 想走出来就会超级麻烦了 具长 您在找谁 您都会知道 我 也 小怪物 我 来 可见你了 我也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愿望吧 小怪物以后忌惮 不要这么容易交付你的真心 小心受人蛊惑 傻乎乎地豁出命去救别人 更别提 还是一个曾经背叛自己的人 抱歉了小怪物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走 有一天 星光将照耀高塔 而我 会回到你的身边 我们终将一同 踏入真实之境 只是送了一艘沙航船 就能拿到这些 而且 还有亿万收获 夹锁是吗 有意思 V710 你做得很好 不知道她 会是个有趣的对手吗 是 亚洲 凌产 亚洲 亚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后都可以睡在这里对吧 哇 里面好大呀 一丝风都进不来 这可比露营强多了 太好了 这下终于能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太好了 这下终于能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